白色帳篷底下出现一条条白线 还有数字 仔细看是一个又一个的停车阁 国道清水服务站600平零食帐 搭建在停车阁上 系数车阁原本654格的服务区 L跟K区 停车阁搭了四大白色帳篷 占了大约100格左右 也两车阁只剩554格 人跟车少那么多的话 就一直在外面排队 像我们刚刚一直在外面排队 不到10分钟了 只有这种像廉价的话 才会觉得停车阁有点不够用 今年3月1号启动整修的清水服务区 已经是第三度大改造 对台湾人来说 是个有鲨鱼的特别休息站 2006年鲨鱼入住服务区水租箱 各式各样乐待鱼 吸引大批游客带小孩来抢先看 两年后因换手经营 站内的八只鲨鱼 被运回屏东海生馆 变成灯塔夜明珠 成了当地热门的夜景景点 如今站体重新整修 民众更是倍感期待 像我是台北的话 就是去讨厌那个X-PAR那边 对 所以很难得在休息站里面可以看到 有一个很大的水族箱在那里 原本里面有鲨鱼 但是它后来撤掉 然后就变一些小的乐待鱼这样 只希望它把里面整修得新一点 因为它那个已经很旧 更漂亮更大 好拍照吧 比较偏完美的或是那种硬实风的 可以让宠物在那边玩啊 有个宠物乐园这样吗 对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洋宠物啊 可以带出门嘛 新接手清水服务区的连锁集团 则表示清水当地风很大 会做超大风帆照着站体 作为装置艺术 贵位增加到50个 主打个楼层不同动线 要带给游客不同以往的 全新惊喜 东森新游章 九汉成熟文林轩 台中报导 嘉宾 10次行